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辰 你会欣赏这种男生吗 你觉得这种男生我想要的 真的喔 因为我觉得它是极油 可是它又矮又凸 你为什么一定要 从面上可以看出 它是不是一个门葫芦 它这种有事情 有什么话它都躲在心里面 它不想讲出来 比较之下天理比较闷一点 老师 那个是反应不好 没有错 跟这个有点关系 还要告诉你 练家好男人和好女人要到哪里找 第一种就是 喜欢待在家中 不喜欢外出活动的男人 比如说我们艺人陈昭勇 她是比较练家的 还有许孟哲 陈建州 我一点都不觉得她不带我出去玩 是缺点的 我反而觉得她常待在家是幽默的 所以你常常都会把男朋友 就带到家里面或什么之类的 比较多 方便 今天新的排行榜要揭晓 谁是最爱唠叨的人 还有神秘神霸 要用12粒米玉汁 你和她素配吗 以及不可不知的睡场经济大公开 你千万不要摆坐床了 感欢迎张天玲 还有李吉桑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恭喜你们 这个《蜜蜜花园2》 对不对 收视率真的好到不得了 自己有什么感觉 还蛮意外的 怎么会这么好啊 怎么会这样 爱得多辛苦啊 什么意思啊 我们爱得也蛮辛苦的 真的吗 不过那个 依晨你们两个之后 在这个《蜜蜜花园2》的时候 会不会最后真的就在一起了 可不可以讲 可不可以讲 偷偷讲一下 偷偷一下 看来还是不要讲比较好 不要讲比较好 不要讲比较好 可是你知道吗 通常我们知道说 这个小米这个角色 在这个第一集 就是非常非常野蛮 对不对 就是野蛮女友的感觉 就是大辣辣 然后骂人也是很大声什么的 那张天霓 会喜欢这种女生吗 不会 放到我一边 你干嘛帮我回答那么快 不会 还不是一样啊 讲什么话 不过你以前 你以前有没有交过男朋友 有吧 要 有吗 那你喜欢什么样子的男生 外型或内在 我想想看 其实我觉得我喜欢的 没有很特别 真的吗 讲看看我们看 是不是真的很不特别 高一点 然后 有自己想法 人家不是说你 还OK吗 然后体贴 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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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就是条件要高一点 可是你有没有通常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通常每个人都会问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每个人都会讲说 就像你刚刚讲的 我要高一点 我要有钱的 我要长得帅的 对不对 其实每个人有时候 开出来的条件 几乎都这样 不然就是差不多身高 180或是190 有些会开出这样的条件 可是往往你真的 在跟他交往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好像没有这么完美 好像跟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而且你交的人跟你想的人 搞不好是更不同 可是他就是有一个 很奇怪的特质 会一直吸引着你 有一些人他会说 我不要矮的突的 或者是大肚子的 如果他交的就是 矮的突的跟大肚子 对 就怪 每次都是很怪 不然我们今天呢 就要进入 我们的开运调查局 要告诉大家 就是即使这个 不是这么完美 可是他却值得交往的人 到底是有哪几个条件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呢 是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是没钱没背景 可是却肯上进 而且又肯打肚 对不对 这种的 其实很多人就是 会觉得说 其实他没钱没有关系 可是他很努力 你干嘛那么激动 你干嘛突然激动得起来 没有说中他的心事 我这样也努力 我这样也努力 依晨 你会欣赏这种男生吗 我觉得这种才是我想要的 真的喔 因为我觉得他是肌幽股 可是他又矮又突 你为什么一定 对 为什么一定要扯到 又矮又刺 但只单就这个头 对 单就这一个条件 就是他没钱又没背景 可是他又很肯上进 又很肯打拼人 你觉得这种男生你会很喜欢 对 不过 对 要问那个 我们的黄老师 黄老师要问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说 当初你在这个 娶老婆的时候 听说是这个印尼公主 没有公主 将军的女儿 那也不做了好不好 对 那你是花了多少拼金 才把它拼上手 因为那时候我在日本 是穷学生啊 没有什么 那你很肯上进 很肯打拼 对不对 每个人 从小子都会这样子讲 但是事实上有没有都不知道 真的喔 后来娶回来台湾的时候 那因为那时候台湾 还开始流行 有人娶印尼老婆嘛 是流行 老师 你是敢流行就对了啦 不是 我是之前 之前 我没有敢到流行 后来娶印尼老婆 就是因为很多人娶不到 花20万去买的 真的啊 对啊 现在很多啊 去越南老婆啊 印尼老婆不是都买的吗 对 所以现在我都号称 我20万买的 可是重点是 那是20万买一个公主 或是将军的女的 也不错耶 还可以 还可以 你知道什么还可以 没有花到钱 没有 没有花到钱 完全没有 接下来呢 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从这个星座分析来看 而且这个电视机前的这个男女 你们就要来注意一下 如果呢 你可以找到 这个就是 没有钱 可是却有这个 他没有背景 也没有钱 可是他却很肯上进了 有些人就很想找这种男生 或是女生的 问这个星座分析 我们请下这个唐老师 有什么样星座的是这种 这种类型的 好 我们从太阳星座 跟上升星座来看 那依晨跟天灵两个都是天蝎座 金星也是天蝎 他们上升星座不一样 依晨是在处女座 然后天灵是在双子座 我们来看他们两个 我们上榜 这个没钱没背景 可是却肯打拼的男生的代表呢 我们只挑一个 那就是太阳上升 如果落在巨蟹座的话 巨蟹啊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巨蟹座的人 他基本上 他是一个能够依着他的位阶 去做一些对应的人 比如说他今天是个穷小子 他就很肯吃苦 也很肯做一些 比较粗重的工作 他也不介意 那即使是当个门房 打工桌衣也OK 非常的诚恳 非常的上进 然后等到他 他又很聪明 又很会钻门路 比如说跟在大老板身边 他就跟着一直学一直学 他从基层开始做起 对 他不介意从基层开始做起 所以如果上升或太阳巨蟹的男生 他如果成功的话 一定都是累积他的实力 绝对没有什么投机取巧 然后你说他 虽然之前是没背景 但是呢 等他这个经验累积得很丰富之后 他的背景比谁都雄厚 这个真的是基幽谷耶 绝对是基幽谷 那我们来看女生的话呢 就是太阳上升 如果落在天蝎座的话 所以依陈就是基幽谷了 女生呢 这个没钱没背景 可是又肯上进打拼呢 以天蝎座做代表 为什么呢 天蝎座性格里面 他们是不服输的 而且呢 觉得自己像个男孩子一样 他跟 他不屑说 以后让男朋友来养他 或让老公来养他 他觉得自己一定要有钱 一定要有一片事业 一片天 所以他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 他一定是很努力的 去跟男生做比较 而不是跟女生做比较 所以男生呢 是上升太阳在巨蟹的男生 女生是太阳上升在天蟹的女生 你赶快看一下第二点是什么 好 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他说呢 他说平时呢 超抠门的 就是很小气啦 可是却在这个偷偷存这个 结婚基金 好 对不对 可是我听说好像 逸臣你很 你很节省 你平常都会打便当自己抱回家 还好啦 现在减肥当中也没办法包 因为减肥所以没办法包 我开玩笑 我觉得我是花在刀口上的 真的吗 所以就会把钱花在 就是看二轮电影中 对啊 然后偶尔小奢侈这样 真的吗 那你的奢侈 你会一次都花多少钱 大部分也是 数位相机或手机吧 就花在你自己喜欢的地方上 比较 我对那种可以留存记忆 或者是可以联络的东西都比较 那你会不会就逼着你男朋友 一起跟你审 以前的话是 但是还好 可是他不能过度奢侈 就我们反差不能太大 真的吗 不能反差太大 那天灵勒 你自己是不是很抠门的人 我 不是啊 不是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女朋友 女孩子啊 或是你另外一半啊 他为了这个 存他的结婚基金 你会不会反对 不是 我觉得 现在你没有必要那么抠嘛 就 大家花得开心就好了 而且 然后呢 不能太夸张 可是也不要到抠门的地方 从这个星座来分析一下 这个男生跟女生 什么样的星座 是比较抠门的 小气鬼 然后可是他会为了这个结婚 而做这个 长期的这个基金的这个准备 好 这个太阳上升一样是参考 如果是男生的话呢 平常很抠门 可是会存基金呢 是太阳上升 在金牛座的男生 金牛座 对金牛座的人来说 结婚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大事 要么他就不结婚 要结婚呢 他就要结婚的万事皆备 所以金牛座平常呢 他绝对不会在无谓的事情上大方 他们不是不大方 但他会大方的 刚刚好比如说 他给自己的嗜好多一点基金 然后可是绝对不会去请一些无谓的人 什么只为了撑面子 这个金牛座是不会干的 而且做生意的时候 他们也是会斤斤计较 会算得很清楚 能赚得他绝不手软 那女生的话呢 会抠门 但是会存结婚基金呢 就是太阳上升在处女座 那义成又上榜了 真的喔 义成的上升是处女座 对 太阳上升在处女的女生 的确是会在日常生活里面 不知不觉中 节省一笔很可观的开支 你如果要娶她 她这个嫁妆也很可观 而且日后也会帮你多存很多钱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 看月的这个第三个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好 第三个呢 是不完美 却可以值得交我的琴 第三个是 酸葫芦一个 可是呢 她却可以为你做牛做马 有些人喔 她是那种 平常她都不爱讲话 很闷 然后乖乖的 静静的 可是呢 妳叫她做什么 她都非常非常愿意付出 依晨妳会不会欣赏 或喜欢这种男生 就是什么都听妳的 妳叫她往东 她就往东 妳叫她往西她就往西 不一定要表面上 私底下这样子 就是 不一定要表面上就是 我很顺从妳 但是私底下让我感受得到 那我就很感动 真的吗 那当然这个电视剧的朋友 你也很想知道说 这个闷葫芦它的长相 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你很喜欢这种男生 就是比较这个 比较不讲话 也不油嘴滑舌 他还蛮稳重的 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黄老师 从这个手面相来看 闷葫芦的长相是什么 顺便看看你旁边的这个男生 是不是 更不会讲话 有没有那闷葫芦的这个 这个长相 来 好 我先来列出四种长相 这四种里面只要有一种 就有可能是了 好 我们看第一种 直接就是嘴巴 口小抿唇 就是嘴巴小小 但是平常也都 憋准 不讲话的 他这种有事情 有什么话 他都躲在心里面 他不想讲出来 或者说自己比较逗 什么射线 比较不会跟人家逗趣 嘻哩哈啦在一起的 讲话讲比较少的 因为讲话讲话就是嘴巴 所以他本身嘴巴 可能就有这样的现象 嘴比较小 对 哪喜欢这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种 第二种长相是面大比小 面大比小 这是用整个脸来看 整个脸来看 比例上 在我们在座来讲 应该都没有 都没有 就整个脸看起来比较大 鼻子比较小的 这种他一般来讲 为家庭也好 为他的小孩 为他先生也好 就负担家计 最重要是他压力很重 这种 因为压力重 一个人压力重 在交际应酬的场合 他就觉得少讲话 他压力压很多 一直觉得这样 抑郁不窄 讲不出来 这属于第二种 下面看第三种 叫眉寒兼寒 这个眉寒兼寒 是比较在人像学里面 比较很特殊的名词 这个寒呢 很难解释 什么叫寒 寒冷的寒 不是 是退缩的意思 例如说眉毛这样缩着 就叫眉寒 我还以为说眉很寒 我想奇怪 眉怎么会冷 就是眉毛退缩 那么够 第二个呢 兼寒就是这样 缩起来的 他的态度本身就这样 遇到事情退缩 不敢讲出来 那不就是高凌峰大哥 他那是天生的 他是天生的 他这个可能颈子比较短 韩是应该他的态度 他态度平常就是这样 走 如果是人家问他 如果是老板问他 你这工作完成了没有 这任务怎么样 心里很心虚的感觉 最后一向是一个 女孩子比较有 最后一向是应该 女孩子比较有 我们常常说女孩子 很内向的女孩子 会有这样的形态 是怎么样的形态呢 走路的是内八字角 那不日本人一堆吗 比较多 一般就是说我们讲 我们走路应该是平行 或者内八有 一略略内八就好 我们既然称为内八字角 表示应该是很明显的 真的喔 那么这个大家一下就知道 这个女人就是很拘谨 很内向 然后做事情很不大方 拖拖拉拉的 不很爽快 那我们从这个依晨 还有天灵这两位 他们谁比较闷 其实刚才到现在已经 一二十分钟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了 对 两个都不是 但是比较之下呢 天灵比较闷一点 天灵比较不舒服 比较之下 我刚刚讲的 你问他 我发现每次主持人问他 他都会顿一下 顿一下 才回答 然后回答 就很简短的 很简短的两个字 三个字 他不会 一直这样讲下去 老师 那个是 没有 没有错 跟这个有点关系 本来我要讲 这里面有几项 就是反应的 很少人 自己会在节目 一直暴露自己的缺点 有没有 老师说还好 我是音乐 我无法反应不好 当然自己讲了 有没有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第四个这个调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不完美 可是却可以值得交往的 第四点 好 不陪你玩乐 跑夜店 可是却非常练家的人 这个好 其实你知道吗 有些女孩子 对于这个 常常跑夜店的男生 她就会觉得 好像不可靠 因为她觉得她在那边 可以看到这个五花十社的 一些这个夜生活 那当然了 包括女生 那包括男生 她也会很害怕 她的女另外一半 常常跑夜店啊 常常去这个 感觉上交友很复杂 对 你会觉得好像这个女孩子 好像是什么朋友她都有 你就会觉得好像很不安全 对不对 那你们平常去跑夜店的时候 你们收工 会不会常常去夜店 这个放送一下 依晨不会去 你从来不去 那你平常如果说要放送的时候 你都会干嘛 如果收工回家 除了回家 有没有 就不能让她觉得 有选择到回家这个地方 我讲好了 你讲好了 她应该没有地方去吧 她就回家吧 有啦 我会去看电影 放送一下 对不对 然后这个天灵呢 我偶尔应该会去夜店的时候 去跟朋友一起去喝喝酒 聊聊天 可是我们想问一下 这个 那如果说你碰到那个练家的人 你会 你会不会遇到那种 不练家 然后常常外面跑 你会不会觉得很痛苦 这种事情 所以我反而觉得 那个是好事啊 我一点都不觉得 她不带我出去玩是缺点 我反而觉得 她常待在家是优点 这样的人我会觉得比较安心 那你自己也是 那你自己也是 我也是这种人啊 所以如果说你碰到那种 爱跑夜店啊 爱跑在外面这样乱跑的 你就会受不了 会比较不能理解 所以你常常都会把男朋友 就带到家里面 或什么之类的比较多 有没有 有没有 一直逼我这个很好笑 对啊 如果是 我觉得在她家约会 或在我家约会 或在外面啊 我们去小咖啡馆啊 吃吃饭啊 喝喝咖啡馆 还是要吃啊 我真的不知道约会 除了吃还能干嘛 不然约会 约会有好多事可以做啊 约会你不觉得就是 那个小手牵着小手 然后我们去逛逛走走啊 逛夜市啊 还是吃啊 你不吃 你要干嘛 不然逛什么 那这个浦阳老师 你会不会常常 想要去这个小喝一点酒啊 什么 基本上我就是这样的人 真的吗 因为我平常压力很大 放松运动 适时喝一点酒唱歌 最主要是喝完酒唱歌 放松一下 对 所以这个浦阳老师 他还是会 还是会这个往外跑 不过问一下浦阳老师好了 从这个姓名密码来看一下 哪些人是比较 是那种比较练家的人 是的 好 我们问一下浦阳老师 练家的姓名密码 我们分男跟女 练家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喜欢待在家中 不喜欢外出活动的男人 基本上他的个性比较懒 他练家是比较懒得出去 懒得动 可能平常上班很累 所以他待在家里 好 我们来看 怎么样的姓名密码 请看 姓氏比话数是11话 好 11话例如姓 陈 张 许 梁 曹 吹 陶 其他11话也算数 他名字话数是13 15 16 18 22 23 跟24 所以天灵就没中 真的 你看 差级比就是 是的 就有差 对 这些格局的 他平常下班类懒 待在家里比较多 不想出门的 是的 那比如说我们艺人陈昭蓉 他是比较练家的 还有许孟哲 陈建舟 他们平常喜欢待在家里 对 陈建舟 感觉好像他就是很好的男生 对 他常常往家里跑 然后很顾家里 是的 可是你刚刚讲那个 55 66其中一个许孟哲 看不太出来 他年轻嘛 真的吗 这么年轻他就有练家的感觉 没有 他婚后的时候 他喜欢待在家里 哦 了解 所以看这个姓名 你起码是看一辈子的 不能看你当小 要看一世人的 对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当你姓氏比划素 习画 你又叫做郑昌友才俊彦 这些比较普通的名字 是很练家 但是老师圈你多活动 中文年纪大了比较胖 因为常常待在家 然后吃 对不对 苦得太久了 对 对 这个要小心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凡是喜欢待在家中 不喜欢外出活动的女人 大家来看看我有没有上榜 好 姓氏比划素 十二画 一 好 十二画例如姓 黃 曾 蓬 辰 姑 逢 赫 其他十二画也算数 他名字划素相加一定要是 十画 十一 十二 十三 然后十八 十九 二十七 二十八 您就跳过 我就插那一笔 那我叫黄家石好了 黄家石 你应该是很顾佳 是 是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当年姓氏比划素 是十二画 你又叫做 文如玉芳 婉君美朱的 你婚后真的很顾佳 很好 非常好 那还不错 那接下来另外一种 顾佳的方式 就是凡是以家为重 出处为家人着想 这种是非常有担当的 对 这是有责任感 对 我们来看 是怎么样的男生的姓名密码 请看 姓氏比划素十三 好 十三例如姓杨 叶 沾 董 冠 甲 雷 其他十三画也算数 它名字画素相加是十 十六 十七 二十五 二十六 跟二十八画 这种很少 对 对 这个是很少的 很少 有担当的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当你姓氏比划素十三画 那你又叫做 恭喜你 很有担当 很好 很有担当 是的 这种男生好好 最后一种就是 凡是以家为重 处处为家人着想的女人 这比较多 好 这比较多一点 我们来看新密码 姓氏比划素九画 那九画例如 还有姓季 其他都算数 那名字相加是十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七 像这种格局都是长女格 就用这种名字的人 都扛加点责任 真的喔 对 很辛苦 但是对周遭人都很好 对得起国家 社会 父母 对不起自己 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依晨 她是属于那种 很爱待在家里 不爱出去 还是说她也是属于那种 很懒 因为她刚刚讲说累了 就是很想回家 没什么地方去 顶多去看个电影 她是属于这样的人 依晨是这样 你的格局是长辈屁 也好 年纪比你大人 是对你很好 基本上你待在家里是最安全 可是你心里有一个 有一个底 就是当你喜欢交朋友 或是喜欢朋友 跟朋友出去 反而会很疯 所以你非常两句话 是这样的 不然平常是 她很重视她个人的那种观点 她认为对跟错很分明 所以你想动就会动 你想进就会进 完全你自己控制 那这两位呢 她们的感情方面 或什么有需要 什么样子的这个 注意的地方 像依晨好了 现在讲依晨 依晨你情感是很特别的 就是说 你喜欢的男人比较 事实上你刚才讲是很近啊 或是很紧张 或很高 是什么不是 你喜欢的男人要有个性 有啊 要很活泼的 要很活泼的 要很活泼的个性 反应很快 因为你现在还年轻 等你到三十岁你就知道 你的另外一半 是那种碎碎的 你也很唠叨 但是反应很快 很有力的男人 那那个勒张天宁 她是需要在感情方面 注意些什么 她是应该注意比较多还是 天宁是婚前比较 随性比较爱玩 婚后确实好爸爸 婚后是好爸爸 对 好老公 还好有一个好优点 好棒 还好有一个好优点 没有啦 也不错啦 你前面只是说 你因为爱玩 年轻本来就是爱玩嘛 对不对 可是你懂得说婚后 你就开始要收心 玩够了 不完美却可以值得交往的恋人 第五点呢 她是很爱唠叨 可是却能提醒你 忽略的事情 对不对 问一下这个 我们的这个天理 那一般女生都很爱唠叨 你受得了吗 其实我蛮受不了女生唠叨的 真的吗 我觉得一般的男生都很喜欢 不是很喜欢 很讨厌的女孩子 在那边碰碰碰 不过问一下这个唐老师 唐老师 你有没有曾经这个 一直唠叨 然后男朋友受不了的经验 当然 我要老师讲话 有 有 对对对 因为我是那种纠正完以后 过了一会儿 我不信任她听懂 我会再讲一次 然后再过一会儿 再讲一次 那有些错不可能当场改 所以在她改好之前 我每天都会念一次 而且 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烦 那一诚有没有这种经验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然后男生受不了这样子 偶尔啦 对 因为我认为还是有就对 对啊 因为 看不顺眼就会念她 那你觉得男生是哪边 让你看不顺眼 他做什么 会让你受不了 我觉得一般 朋友交情的我反而不会讲 朋友什么 朋友交情的我不会讲 男朋友以上我才会讲 当然啦 男朋友还要与上 爸爸 你要与上 有没有 所以要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就是什么样的星座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星座 是属于那种 男女喔 就是会就唠叨 一直在那样 让男生受不了 就是会就唠叨 一直在那样 让男生受不了那种 或是让女生受不了 好 我们也是男女各一名嘛 太阳上升 金星也要参考进去 太阳上升金星 男生呢 是落在处女座 就我们硬要挑一名的话 是耶 是啊 是耶 乃哥 我怎么每次看 就会开出乃哥这个条件 他真的好爱念喔 还有那个谁 光良 其实处女座的人 有一种隐性的焦虑症 对 他其实是很想 把事情做到面面俱到 跟非常完美 所以他就会非常介意 和个影那个不完美的地方 他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他 可是他至少可以 不断地反省 不断地批判 所以你在这整个过程中 你只会觉得他非常地唠叨 真的 还有他通常 你也不要以为 处女座对每个人都唠叨 像依晨他上身处女 应该很明白 他只有在他关心的人身上 他是爱之深 责之切 你要是不是他自己人 他干嘛那么关心 他干嘛唠叨你 那我们来看女生 女生爱唠叨的人是谁呢 太阳上身在 叫先的双子座 我刚讲别人 你还骗的是我自己 我会吗 老师 会… 其实双子座的人还蛮有主见的 然后喜欢指挥别人 双子座女生 喜欢指挥别人 他觉得看你这样子 好像做得不是很好 或过得不是很好 他就马上会替你想个办法 替你指点一条名路 那就有好管闲事的嫌疑 而且双子座的那个唠叨 是属于那种 他看到你没做好 他就想要再问你一下 那你有没有照我上次说的那样做 如果你再没有 那要不要我请人家来帮忙你 所以他是那种帮忙 送婆送上西的那一种 他的唠叨还蛮有效果的 可是一般人可能销售不了 就觉得他非常的鸡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个 他不是很完美 可是却值得交往的第六点 长得不怎么样 但总可以跟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其实你知道吗 其实我就是有这种个性状况 我小时候太丑了 小时候好丑 所以我就觉得我从 自己知道说太丑 所以我要努力向上 所以我就要跟每一个人都好 我就不愿意说 我跟这个人不好 跟那个人不好 因为我曾经就觉得说 像我的个性 像我们班上就是有一个很丑的人 就是长得很丑 可是通常长得很丑的人 就是班上都会把说 就是把那个帅哥 跟那个很丑的人配在一起 你一定是喜欢那个 我们班上那个最丑那个 对 然后男生就很气很气 可是那时候 我就心里就是有动的那种 就是菩萨心肠那种感觉 对不对 就觉得那女生好可怜 我觉得特地跟那个女生 就是比较好 因为我知道说 因为我自己知道说 我可能小时候我也长得不是很好看 我就觉得说 那种感觉是很伤人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他不是这么完美 可是他却很值得交往的第七点 对 说话很刻薄 但是呢 只有他会对我说真话 那问一下唐老师好了 你有没有曾经就是遇到那种 真的听过最刻薄的一句话 还好 还好 男生对你说的 没有 没有 都比不上我 那你通常都最有没有对男生说 因为我哪壶不开提哪壶 真的吗 对 我水星射手座 所以我常常会讲到 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没有礼貌 可是对我而言 他如果要我争扁他的缺点 那我当然是一定要 对 据实已告 没错 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世界上最残忍的 一句话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就女生跟男生 你在那边聊天对不对 然后聊… 聊到后来他最后就这样拍拍 你就说 好啦 你后多念点书 你杀不杀人 杀不杀人 你知道吗 而且很不爱可亲 很不爱可亲 那是最可恶的对不对 我觉得叫人家多念点书 是很伤人的一件事情 不过要问一下我们的唐龙老师 我从这星座来说 那一种人 他讲话很刻薄 可是他讲的都是真的话 就是直接一针见血的 好 我们来看 这个讲真话的男生是谁呢 太阳上升还有水星 都麻烦参考一下 太阳上升水星如果落在 水瓶座的话 男生的水瓶座呢 可是那种说话不说则已 一说就是讲重点 而且就是凉凉的那一种 凉凉 冷冷的 那个很伤人 对… 因为你问他嘛 他就说 那你就不漂亮啊 他就讲到这种话来 对 然后你要他 可是他的态度也不是说 诚不诚恳的问题 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他不是有个人好恶 他不是觉得你丑 他可能是觉得说 这就是实在话 然后我愿意帮助你 可是我就把它讲出来 所以水瓶座的男生 有时候会让人家有一种 很刺痛的感觉 对 好像跟他不要太靠近 会比较安全一点 他们也会喜欢用这种方式 来建立起一道篱笆 把人和自己隔开 他们喜欢跟人保持距离 因为说实在 人真的也很难 会去听到真心话 人也不愿意面对真心话 说实在那是人性 对不对 会怕 说真的这么糟吗 就是会有那种害怕 对不对 可是水瓶座是不管的 你要问他他就讲真话 那女生 女生的话 太阳 水星或者是上升 如果是落在射手座的话 射手 对 女生的射手 他们是绝对讲真话的那一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 比较对人对事严厉一点的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他就会站在鞭策你的角度 希望改正你 希望帮助你更好 所以当别人都说好话的时候 只有他说 我告诉你 大家都很欢迎你 对不对 可是你不要得意忘形 可能就会讲出这样的话 然后 永远是别人 他在给你热烈掌声的时候 他泼你一桶冷水 可是这样的人呢 他也很乐意 就是在你愿意改进的时候 告诉你 他对你的观察 然后他可以列举很多很多的方法 所以女射手呢 对人虽然很严厉 虽然不假磁色 可是不要以为他说话刻薄而已 他也是非常古道热常的 不过我们刚刚讨论这么多 就是这个即使心里面 都会觉得说 这个情人很不完美 可是在我们心里觉得 这个人是可以交往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存疑说 既然值得交往 那是真的是不是值得交往 你还会有一点那种怀疑的心情 是 就是今天我们要进行 我们的神米神卦 告诉你呢 就是我跟他 哎哟 我们是很素配的吗 大家赶快准备这个12颗米粒 我们请这个浦洋师来告诉大家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抓挂还是两种要素 第一种就是 请您默念这个的名字 表示你自己要抓 好 第二点 默念题目 表示你要问这个答案 好 今天题目就是 我与他素配嘛 想一个人 你喜欢的人 你要问的人 然后念这个题目 默念自己的名字 然后开始抓 答案就出来了 好 逸臣你抓好了吗 嗯 你抓几颗 六 六颗是不是 好 然后 张天玲 六颗 你也六颗是不是 唐老师咧 九颗 九颗 王老师 我七颗 我看一下我几颗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也七颗 那观众可不可以不想的 你们抓好了没 抓好就请这个我们的浦阳老师 来告诉你神明神怪 你这个 我跟他到底素配吗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当您抓了 挂了米粒素是一五九粒 好 那你要问 我与他素配吗 好 好 跟我们那个唐老师一样 我们来看答案 好 好 欢喜冤家 情感需要靠经营 有情感互动 不错 会斗嘴 对 真的有点小瑕疵 不错 所以这个也还是不错的 很好 就是欢喜冤家嘛 就是平常这些小斗嘴 增加这个生活情趣 是 可是还是要经营 因为斗嘴斗久了 也不见得是好事 对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你抓这个挂 请你调整一下 那算素配的 还蛮算素配的 是的 各位观众朋友 当你抓的挂的米粒数是 2 6 10粒 那挂项属于2的 那你要问 我与他素配吗 跟我们医生 跟天灵一样 天灵 对 你请看答案 好 你两个还蛮有目的 同床异梦 个性想法有差异 不是在想你们两个吗 也算是同床异梦 对 找到这种挂的朋友 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看他个性不合 就是你们在一起 但是呢 想法 完全不一样 个性差异很大 对 那这个挂项你比较差一点 比较差一点 可是有没有补救的方式 对 就是你要个性想法去调整 他不算最烂 最烂还在后面 最烂的还在后面 那是什么回事 还有烂的耶 那后面的不就完了吗 是 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最后很恐怖的 很烂的东西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当你抓的挂了米粒数 是3 7 11粒 挂项属于3 你要问我与他素配吗 那跟我们嘉谦跟黄老师一样 来 来看答案 好 请看 两人登对 素配指数 特别高 哎呦 真的耶 好开心喔 对 而且黄老师一定拿结婚了 对啊 不登对也不行 已经结婚那么久了 对啊 还是黄老师没有想到别人 默默地说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你真的是算你跟老婆吗 我刚才想叛金脸 黄老师很高兆 好 各位观众朋友 当年抓的挂的米粒数 是4 8 12粒 挂项属于4 是 那现场来宾没有人抓到 好 你要问 我跟他素配吗 我们看答案 貌合神离 素配 成对孔男行 这个很快就拜拜 真的啊 根本不行 想都不要想 真的啊 是的 这完全不要去想 也没有什么任何补救的机会 因为同床异梦 还可以想象就改进自己的想法 是 你们同床还有异梦 对 这个什么都没有 真的啊 所以这个就最好是不要就对了 对 你好好思考一下 你跟另外一半怎么样 那不过呢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呢 我们的这个居家风水的DIY 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 睡床的禁忌 我们在这个睡觉的时候 常常都有很多的禁忌说什么 不可以去面对什么啦 或是怎么样去改进睡觉的品质 或是你的这个工作上或什么 会有还蛮好的一个发展 或是很多的一些这个禁忌的问题 那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黄老师 这个睡床方面 有什么样的风水原则 关于睡床方面最重要的一些原则 一般人都知道 例如说背后要有靠 不要冲到门 不要压梁等等 那其他呢 我再举出我们特别要提醒的 首先第一个是专门只有指今年 今年是大立东西不立南方 大立东西不立南方不是只有床 我们包括我们搬家 今年的安乡 今年放的省位等等之类 这个都在今年有关 那以床来讲的话呢 最不要的是不立南方 不立南方就是说 你今年如果心安的床的话呢 头不可以朝南方的意思 头不可以朝南方 头在南 当然脚就要一倍 今年心安的绝对不可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表示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好 或者如果是新婚的不容易生小孩 或者容易发生生产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去年 或者以前就安好的 那就没有关系 你一直都头着朝南那没有关系 如果能够做的话 尽量是大立东西 就是头在东脚在西 或者头在西脚在东 这个都很好 那如果说它 因为它已经这个装潢好了 然后如果说那个床 它就也不知道怎么改变的话 那怎么办 有一种方法就是说 你如果是今年新的话呢 今年还没有安 可是已经弄好了 没办法 你那个床的脚底下 垫红纸 垫红纸 垫红纸表示没有安的意思 到了年底或者明年 再把红纸拿掉 表示明年再安 好 下面再讲的就是我们安床 这一些就是我们的卧床的一些禁忌 但是我把它分成12生肖来讲 事实上现在我举的这几项 每个人都要注意到的 只是特别提醒 比如说猪兔羊的话 你在床的方面 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不要睡这个行军床 或者沙发床 就是不稳定的床 我们床就要稳定 床你天天睡天天睡 一天睡八个小时 一年睡的几千个小时 希望要有它的缘分 跟床在一起 那如果这种床 就表示它随时是移动的 比较不稳定 对 不稳定 所以如果学生可能还好一点 如果是做官的 或者做生意的话 表示它没有办法发 发不起来 好 第二项 狐马狗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床后有香火或者炉灶 就是我们床的后面不是一个 一定是墙壁吗 对 墙壁的后面 不要刚好是香火 拜拜的地方 或者后面的那个墙壁的后面 刚好是瓦斯炉的位置 就是你隔壁的那一间 后面 刚好头的后面那一间 而且是就直接 塔在你的后面 那是最坏的一种 那这种在我们的 或者实际上我们的印证 统计资料容易中风 容易得到血方面的毛病 真的 然后夫妻之间容易多争吵 不是 这个不好 当然所有的生肖都要注意到 只是我特别提醒 因为狐马狗它是属火 特别要注意这件事 特别要小心一点 好 再下去呢 蛇 鸡 牛要注意的是 不要卧室里面油烟弥漫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楼下是厨房 你睡在二楼 那你二楼的卧室 你总是要开窗户 开窗户 不要跑到卧室来 卧室更糟糕 卧室我们整天晚上躺着 在呼吸啊 老师 那把东西拿到房间吃呢 吃可以 吃OK 吃的时候没有油油 煮的不行 蛇啊 煮不行嘛 好 所以我们套房常常这样的缺点 套房就在 卧室里面在煮嘛 他因为全部混在一起 就很快要想 顿时觉得头好晕喔 到这个结果也 唐老师还想的是吃 而且说那带到房间吃呢 吃 应该还好 只是肥了一点 对 而且只要不在房间煮都可以 好不好 但吃的是另外的忌讳啦 跟这个比较无关 OK OK 那这样下去我们看一下 猴鼠龙他忌讳什么东西呢 不要是压到厕所或者厨房 就是现在是倒过来 刚才我们是不要在厨房上面 现在倒过来 我们不要在厕所的下面 或者厨房的下面 那我们就是要先去楼上去 跟那个邻居先打声招 或说拜托 事实上如果说是公寓大楼的话 它在盖的时候 应该是枕栋是一起的 对 一致 厕所应该是一致的 厨房是一致的 除非你自己去乱枕 或者楼上乱乱那个重新装 装了结果最后呢 你不晓得楼上是别人家 刚好是厕所压着你 所以这个都要很小心 对不对 所以刚刚这个黄老师讲的 这个几个这个睡床的风水原则 那希望观众朋友 大家要记清楚了 不过呢 今天要在这边 谢谢这个张天宁 还有这个林依晨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谢谢 这么祝福你们的蜜蜜花园2 收视长虹 而且在东森也 也开始播了 对 在东森晚 礼拜六晚上9点到10点半 到10点半 9点到10点半 你希望大家可以 东森的种植台 这个9点到10点半的时间 对 播出的蜜蜜花园2 那礼拜 礼拜天 在中市 又重播 晚上10点到11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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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松市频道 希望这个收视长虹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森慧老师 还有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谢谢你们 好 想知道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明天告诉你喔 花痴的社胚 从眼神到举手投足 都让人觉得你在放电发烧 真的吗 好正喔 好正 那我以后主持节目就说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告诉你们 是啦 我以后就要主持 也不能这样子搞好不好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过东森卫视 及eTiturday网站